是不是 我是不是寫那一座 二 三 我是寫那一座 他剛剛我就當哭了 你知道嗎 陳恰恩當時在拍那場戲的時候 大概連續打了三通電話給我 告訴他有多 告訴我說他有多緊張 妳有那麼緊張嗎 我真的很緊張 他喝了兩瓶紅酒耶 對 恰恩他告訴我的說詞是說 他很期待 陳恰恩在幹嘛 開火啊 你在裡面叫計存機 小火啊 火那麼大幹嘛 大少爺要做飯嘛 你自己要想一想吧 陳恰恩 抱一點薑啦 笨蛋 對不起 你要抱一點薑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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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人只會說對不起 你有沒有想過我一個人在那邊吵啦 我有多辛苦 你那麼指揮在那邊對不起 真的是很蠢 我做菜還是你做菜 歡迎阮景天 陳楚紅 陳恰恩 巨星 巨星 大家好 什麼是用有軟有筋什麼東西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主角三位全部到了 再一次掌聲歡迎這三位 不得了 怎麼叫來看便利貼女孩 如何尋找真愛 妳是便利貼女孩 我是便利貼女孩 妳講到妳說妳全身貼滿了 代辦的事宜對不對 對… 妳就這個公布來了嗎 等於是 也是這樣子 我戴這個 我戴這個命中注定我愛裡面 裡面演的是紀純熙這個角色 所以就是跟他 對 紀純熙 跟他 紀真系 我媽這樣叫他 紀純熙 紀純熙 我把09代的紀成人 然後我就是跟欣怡發生一夜情 那樣 你們兩個聽到拍 聽到裡面有上座床 因為他裡面叫陳欣怡 陳欣怡 有上座床 就妳感到害羞就那一段是不是 對啊 我等一下再講 因為陳恰恩那時候 在拍那一場戲的時候 大概連續打了三通電話給我 告訴她有多 告訴我說她有多緊張 妳有那麼緊張嗎 我真的很緊張 她很緊張 她喝了兩瓶紅酒耶 對 巧恩是告訴我 巧恩她告訴我的說詞是說 她很期待 還不是 等一下我再跟你們分享 她那她跟你發生關係了耶 她就把我甩了 跟我把我當用人一樣 只是生孩子的器具 好賤喔你 只是個生孩子的器具 來 我很容易入戲的 我很容易入戲的 對 以平是怎麼分呢 你們兩個比 那妳是跟誰一組 是這樣子的 本來呢 製作單位跟我講說 是我要跟小天比 但是 沒什麼好比而已 怎麼比啊 所以我今天就是來當二廚 漂亮 兩邊嗎 還是一邊 兩邊 兩邊都當二廚 對 太奇妙 是什麼組 因為你也知道 我怎麼能割捨掉其中一個呢 詞 詞吧 可是因為我們家都念抹字 抹字 哪裡的話 我們家是浙江人 浙江人的母子 我吃的 然後這是給我們當早餐的時候吃的 因為它這個東西啊 它是 其實它看起來有點像麻糬 所以它其實 對消化沒有那麼容易消化 不是年糕吧 不是年糕 就是我跟妳說 軟津天是眷村的孩子呢 對… 你有經歷過這種有的沒的嗎 什麼叫有的沒有的 她說神仙 妳在幹嘛 幹嘛 開火啊 妳在裡面叫寄存心 寄存心 而且她很喜歡指食物 我在裡面真的很怕她 小夥啊 火要大幹嘛 所以在戲裡面 她是一個大男人嗎 她是 她是 然後她都會指使你 對 富商的第二代 加油 繼承事業的人 對 他是要加蛋下去煎 所以說大概 我們這邊這些人 大概加四顆蛋差不多 因為他是要把這個 這個這個 十八 上面鋪滿了蛋液 然後它裡面要加鹹肉 但是加這一點點鹹肉呢 其實 寄存心 你這道菜你做過嗎 我做過 我做過兩次 真的 做給誰吃 做給我爺爺吃 還有呢 我爺爺 還有我奶奶 真的啊 那今天 你今天如果輸了 真的很沒面子 我輸是應該 我們家魔法林 第九代繼承人 繼承溪 繼承溪 家裡面是大少爺 大少爺要做飯嗎 你自己用想一想吧 承溪 你好順喔 這段是台詞嗎 這段是台詞啊 這是 繼承溪 真的是台詞 而且它真的很入戲 從小 從小我奶奶把我保護得很好的 做菜這種東西是你們江波島人在做 你小心江王爺 會扯吧 是 我們把它蛋 蛋汁均勻的抹在鋪袋上面 這是什麼 阿基斯之前有看過類似這樣的做法嗎 沒有... 都沒有 而且繼承溪你沒有調味 你那什麼肉 鹹肉 鹹肉 它其實連調... 連加鹽巴都不需要 因為它其實它已經有那個鹹味在裡面 然後它拌了這個蔥跟蛋 那現在怎麼翻面 我真的不看好你耶 反笑天 不看好你耶 不用擔心 現在看起來很好吃啊 還不錯的感覺 不要 不要 我教你... 我教你... 有一個真的很好用 等一下 我要先告訴大家 之前存起來曾經把蛋翻到外面鍋 好的 好 來 閃開一點 1 2 3 我做很久啊 不要...我來動手 這樣啦 然後你翻過來就好 不是...我是不是選那次 我超強的 你翻... 因為我翻會不見 真的 翻過來了 1 2 3 你剛剛我叫他 我叫他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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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沒有... 你把它擺好就是蛋一黑的 對... 對... 結果每次都這樣 我先放好了 你真的很沒有用耶 男生手力真的很強 真的啊 不是好像滑嘛 滑 我真的懷疑陳小燕是來當劍 不是 你要把桌子蓋緊嗎 好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沒有關係 這個東西我跟你講 好的跟不好的都... 這什麼東西 我在戲裡面只會說對不起 他昨天還罵了我一頓 你就會罵他 我就會說好 我就說對不起啦 然後就對不起... 你只會說對不起而已 你會講什麼啊你 然後就罵了我一頓 就罵了20行 沒想到戲裡面的生活 也影響到這個做菜的表現 我提掉 火 要離火... 然後爆一點薑啦 笨蛋 對不起 你要爆一點薑 對不起 對不起... 你這個人只會說對不起 你有沒有想過我一個人 在那邊吵啦 我有多辛苦 你有沒有指揮在那邊 對不起 搞什麼鬼 你牽你的衝 對不起... 這台詞好爛 我一個人在那邊吵啦 有多辛苦 誰要這種台詞 好... 就放啦啦 你要什麼好糞 對啊 其實... 我做菜還是你做菜 對不起... 對不起... 你這個人只會說對不起 我在那邊吵啦 對不起 才一直重複了 對不起... 導演 對不起 我會接回原來的那一段 你罵的東西有重複喔 注意一下 不好意思 等一下可以隨便接去 原來罵我的小... 小事的個性跟自己是 對 其實有一點 小天應該不會差很大吧 我... 你知道也會這樣罵人嗎 沒有 小天四個後 差死啦 就像一條一樣 是他很笑的 他就是... 因為他人太好的關係 加點蠔油 加蠔油... 一點點... 很好 加米酒 我發現軟筋跟米真好控制 他好好控制 加米酒 好 OK 他年做的事情 他會比較願意聽人家講 可是真的他懂 他也不會聽人家講 因為你知道 這種東西女孩子是很內行 真的 我主持什麼節目 美食節目 真的 女孩子是很內行 還是陳曉恩 可是曉恩在現場說 有詹姆斯跟阿基斯交往 他有進步很多耶 這是實話... 從吃破的日子 擺脫掉以後 現在當人 我跟你說誰有吃過 佐義大利麵都沒有對不對 對 超會吃的 他已經在騙了生腰了好幾次 他義大利麵很好吃 可是中年他每次都講 可是我們都沒人吃過啊 我忙... 可以來我家吃嗎 當然了 我們這個當人也特別設計的 比較簡單 怎麼樣 味道 沒有 沒有 關掉 關掉嗎 現在就是炒 炒 炒 炒... 炒... 來 記得... 啦啦是老了一點 但胃還OK 因為人有年輕 也有年紀大的 啦啦當然也有老跟 啦啦老了 老的跟... 啦啦老掉了 味道... 味道沒有這麼重 六十一人一掉 兩人這麼一種 你們講好的嗎 你們都會了... 你們都會了...